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乡镇透成安 满城近代 黄金甲 哎您别瞧啊 这黄朝啊 人掌的寒碜 诗写的可不错 很有气势啊 哎那咱们几句闲词勾开啊 书归正传 咱们继续聊这个清免战争 那有好朋友就说了呀 那为什么把第四次清免战争的篇幅 全浪费在战前准备和动员上了呢 哎您听书听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故事产生的矛盾 这前期也对战争的准备有多充分 就更能体现出 到最后这乾隆皇帝草草的收场了清免战争 他有多失落 乃知道啊 这乾隆晚年曾经感叹到 打了五十多年八桩战士 就争免这桩不算成功 当然了啊 这会儿啊 乾隆皇帝惹定他呀 还没醒枪 这乾隆皇帝首先拒绝了这个 书和多恶宁的停兵建议 随之呢 又拒绝了这个阿里滚 转成来缅甸人的启和文术 那现在说不了讲不起了 那就只有两个字啊 打吧 广调人马赶运粮草器械 准备大举进攻缅甸 其实这大清朝廷 望这个云南前线增兵 可不是这会儿拒绝了缅甸人的启祥之后啊 才开始的 这拒绝缅甸人的启祥啊 是乾隆 三十三年的六月份 那这往前线增兵呢 实际上啊 从征院就开始了 有人说那会儿 这明锐不是还没死呢吗 对喽 这明锐呀 一载缅甸被包围 有了兵败的趋势以后啊 消息传回到京师 这乾隆皇帝就已然开始着手 往这前线增兵了 当然了 那会儿增兵啊 他还是为了接应明锐 乾隆皇帝自己就说 玄军深入 接应最为要紧 而预派北京满兵六千 和索伦兵一千 被马一万匹增援前线 到了这个二月初五 明锐兵败 身死震前 他又给这个军机大臣下了一道旨意 他命令军机处啊 调福建水士兵丁 三千名以备应用 然后啊 他又找了一位啊 膳食水军的将官啊 带领这三千人 谁呀 就是张州总兵叶相德 没过几天呢 也就是二月初八 这乾隆皇帝觉得呀 广调张州水军一支兵力啊 可能还是有些软弱 于是啊 他又想起远在吉林 哎 他还有一只水尸 这只水尸是干嘛使的呢 是备战于啊 这个俄国老毛子来袭的 建立这只水尸呢 还是当时康熙爷 黑龙江沿线大战俄罗斯时候留下的 自这康熙年以后啊 这只水尸一直在关外武备 他防的呀 就是这俄国人老毛子 这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用上水尸了 于是也想起他们来了 这乾隆皇帝自己说呀 我这只吉林水尸 平日渡河战阵 勇敢得力 他挑了挑选了选呢 选了一位得力的干将 谁呀 傅查的明亮 哎 这个又是一位内侄 是这个明锐的书位兄弟 那自然了 也是这个精略大学士傅横和这个傅查孝贤皇后的侄儿 亲侄儿 那么现在这个明亮是什么个绝路呢 哎 这绝路并不高 现在呀 是整白旗蒙古的副都统 乾隆皇帝又给他加了一个军前参赞大臣的钱 让他呀 去这个吉林 到吉林水尸挑选一千名 懂水战汇造船的兵兵啊 由他带领去支援云南前线 您看在这第四次庆免战争当中 这明亮啊 还显得默默无闻 可是到了后文书了不起了 到二打金川的时候 该显出这明亮的本事来了 那这后文书的事啊 咱们暂且不表 随着明亮出征啊 乾隆皇帝还有一道旨意 直接就下到了当时的云南巡抚厄宁处 哎 你要是听前文书啊 这厄宁这会儿啊 已经革职了 并且呢 也不是从这个云南巡抚镇上革职的 是从这云贵总督的镇上革职的 可是咱们说到这段书啊 就得说这个旨意是下的他巡抚镇上 因为这会儿啊 才是二月份 这会儿在京师这乾隆皇帝 只知明睿备为 还不知道这明锐啊 还不知道这道旨意是什么内容呢 这道旨意啊 是受益云南巡抚厄宁 让他从现在开始啊 就筹备一切他能搞得到的造成物料 把这水师问题解决了以后啊 这乾隆皇帝又一琢磨 哎 这绿营兵啊 甚属无用 不能没有啊 也不能多用 他还得想办法啊 往前线啊 多调八旗 于是他又调这个荆州八旗 两千五百名 成都八旗一千五百名 即刻动身前往永昌增援云南前线 到了二月十五日 乾隆皇帝在北京城 可就听说这木邦失线了 于是啊 他往前线呢 又增索伦兵一千 琢磨琢磨不够 又增了一千索伦兵 外加了一千厄鲁特兵 最后这乾隆皇帝还觉得呀 在云南打仗多少 也应该派一些本地的兵上前线 和这个缅甸开战呢 已经有些年了 云南兵现在呀 已经不服用了 死走逃亡啊 这损失惨重 于是啊 又从这个四川的瓦斯和杂谷 调了两千土司兵 从这个成都啊 和这个荆州 又补掉了两千八旗 这就是乾隆皇帝 自明锐备为以来呀 往前线增兵的数量 加到一起呀 大概就是满兵九千 索伦兵三千 福建水师三千 土兵两千 鄂鲁特兵一千 加到一起呀 一共是一万八千人 再加上云南本省兵一万六 川兵七千 贵州兵四千 这清军大概在云南有四万余人 备有罗马六万余匹 在这儿啊 我可以给您负责任的说 这些兵啊 并不算多 因为咱们知道啊 广市缅甸为名锐的一次战役 就出兵五万多人 这缅甸呢 绝不可能就这五万兵 所以说现在云南前线的这个 八旗兵也好 陆营兵也罢 加上水师和土兵啊 也不过四万 真要是决战一起呀 到前方啊 缅甸人绝对能拿出七八万的军队 和这四万清军对冲 所以说呢 在人数上啊 这清军还是不占优势 并且呢 这清军是攻方 缅甸是守方 那我们知道 这百人守城啊 能顶住千人攻击 这前龙皇帝这仗好不好打呀 您琢磨琢磨 心里应该也就有点输了 那是不是有好朋友又要问了 这缅甸既然兵战优势 为何还要启合呢 哎 您这问题问的也好 我给您算一阵啊 您就明白了 这大清国自入关以来 对八旗兵的数目啊 惠莫如深 这八旗兵到底有多少数目啊 从顺治年入关一始 到这宣统年 大清王国一直啊 就没公布过数字 给京八旗做过一次统计啊 那还是在民国北洋时期 得给这个旗人造册建户口不是 历代专家估计啊 大概京八旗有十万左右 八旗住房呢 大概有六万左右 咱们这说的可是兵 可不是啊 这所有旗人的数量 全国住房的绿营啊 大概有六十万左右 那刚才咱们说了 能跟这个清军正面对抗的缅军呢 大概有七八万 我估计这缅甸整个国家的兵力啊 也就是十万左右 那咱们说到这儿啊 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 那第一个就是 这大清国加上绿营兵 再加上这个八旗兵 一块啊 应该有七八十万兵 那打呗 这缅甸人口算起来啊 可能也没有六十万 那这踏平了缅甸 它不是难事啊 您错了 这一个国家呀 养多少兵啊 就有多少的用处 这七八十万兵分散在全国各处 它各有各的营生 那会儿不像现在 国泰民安的 好多事情啊 以及地区 你没有兵堪着 那儿就乱子了 再有了 听这么多天 这个清免战争的书了 您也能明白 这山高水长的调兵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后勤补给 也是战争当中最大的难题 这江土越大呀 对前线的补给就越难 更何况啊 清免战争开战的地方 地处边陲 不但山高水长啊 而且是路途艰辛 您也能看得出来 这缅甸人把这乾隆皇帝 给气得一个猴子样 这乾隆皇帝呀 想尽了办法 也就只能暂时拿出这么多兵来了 那这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这缅甸为什么 在绝对优势的兵力下 他还要启合呢 绝对优势啊 只是暂时的 打起来的时候 你是绝对优势 可是您没算算 乾隆皇帝 无论往这个缅甸战场 添多少人 死的可不是老百姓 都是兵 打缅甸的时候 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兵 不打缅甸的时候 他们是站岗放哨的兵 换句话说呢 他们是大清国的常备军 就用了那句话了 养兵千日啊 他用兵一时 可是缅甸兵不行 咱们还是那个比方说吧 咱们猜测一下 估计一下 这缅甸兵啊 应该全国有十万兵 可是换而言之 这十万兵 就是缅甸的十万壮劳力 这缅甸全国上下加到一起 也可能就只有这十万壮劳力 再多呀 也多不到哪去了 一对一个的拼 那这乾隆皇帝若是 也损失了十万兵 那无非就是再征兵 只不过呢 征兵肯定是有些困难了 那也应该算是动了国本 可是呢 这缅甸要是一对一 死了十万兵 那没人了 那剩下的 那就是老弱妇孺啊 所以说这个缅王孟波呀 他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他也想着紧子 跟这个清朝起河 停兵霸战呢 也就完了 最为关键的就是 死不起那么多人 哎 您可别小看今天啊 咱们这十几分钟的书 这些数目字啊 都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清实稿上 人家只负责记录 没人给您汇总去 哎 抠完了这个兵数啊 咱们还得抠这个钱梁和军械 我呀 是这么个意思 今儿您早歇着 我继续去给您呢 分始料抠数目字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 明儿见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